嗨 各位母子弟粉絲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今天你們的導遊小蓮 那今天的小蓮啪啪走要帶你去哪裡呢 看看後面 可能就可以猜出來我們要去哪囉 今天要去的是日本的松本市 Let's go 好 那這次的小蓮啪啪走呢 是母子弟的全新單元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單元呢 因為畢竟我本人是個非常喜歡 到處旅遊到處啪啪走的人啦 那就很多人問我啊 既然你到處旅遊 那到底會不會跟我們介紹一下說 除了去聽音樂會之外 那附近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好吃的地方啊等等 於是呢 我們就展開了全新的單元 叫做小蓮啪啪走 也因應了現在 國際旅遊終於開放了 那就希望大家能跟著我一起到 世界各個地方 好聽又好玩 第一個要介紹的地方呢 當然就是剛剛已經預告了 日本的松本市 那如果大家在這幾年有關注 母子弟的話就會知道說 我們在松本市有做過很多次的報導 那主要就是 小澤貞爾松本音樂節 那因為我真的非常喜歡松本這個地方 因此這個第一團開團 我就覺得一定要來介紹一下松本 那講到松本呢 其實很多人會不太知道 它到底在日本的哪裡喔 我們可以來看看這個地圖 那大概位置呢 就是在這裡紅色框起來的地方 是松本 那這裡呢 是東京 那這邊呢 是名古屋 所以其實從東京或名古屋 到松本的話呢 大概都是搭兩到三個小時的車 就可以到了 它不是一個很熱門的景點 可是其實我覺得 它本身是一個非常好玩的地方喔 怎麼說呢 因為它其實是有一個 很厲害日本的城池喔 就叫做松本城 那松本城它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日本啊 他們很多地方都有城池 因為很多的城都是在戰國時代或二戰的時候 他們就毀壞了 因此城的天守閣都是重新建的 但是松本城很不一樣 因為松本城是完全保留當時建造天守閣的模樣 所以它也是被稱呼為 現存十二天守之一喔 而且因為它的保存非常的完好 因此它就被認為是國寶的五城 那松本城去的話 可能要早點去 因為像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啊 門口它就有寫說 現在要等一個小時 然後我就想說 我是在抵視你嗎 竟然要等這麼久喔 所以如果你要去的話 你可以早點去 趁開門的時候去 但是進去之後呢 也要有點心理準備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 跟當時的建築一模一樣 它保存下來的 所以松本城裡面那個樓梯啊 都非常的陡 你會覺得說 古人到底什麼 是不是走樓梯 它根本是爬上去的 然後它總共的建築有六層 所以要爬到最高點 心裡要有一點準備 我覺得上去還好 重點是下來的時候 真的會很危險 那另外一個景點呢 其實這個景點啊 如果大家有稍微關注一些 日本旅遊團的話 就會發現這個景點也非常有名 叫做上高地 這個名字有點神奇 什麼意思呢 其實它以前日本人 認為它是一個神聖之地 就是說它很像是一個 神明住的地方 因此他們都不會 踏入這個地方 那我覺得相較的也是因為 它的海拔比較高 那裡的氛圍真的是太寧靜了 所以他們會認為說 沒有辦法靠近 侵犯到這個神明的領域 那不過後來到了 18、19世紀 因為開始有伐木工業啊 等等進駐 大家就開始 開採 然後開始進入到這個地方 那到後來因為就發現 這裡真的是太美了 而且他們很希望把這樣很美的狀況保留下來 因此上高地它其實是日本非常注重的一個保護區 那保護到什麼程度呢 你基本上要去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自己開車去的 你一定要把車子停在指定的停車場 然後你再改搭巴士或是計程車上去 我就是直接坐電車然後換巴士就進到上高地了 所以它就是一個很完整的保留區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它不是一年四季開放的 因為冬天的時候 雪會下得很大 它也不准太多的車子進入 它也不希望那邊有太多的污染 所以也沒辦法除雪 所以它其實每一年的開放時間就是 4月中到11月 所以如果你是在8月到這個松本音樂節的話呢 其實是很適合到訪上高地去參觀的一個時節喔 因為那個時候的上高地 不會太冷也不會太熱 因為它的海拔真的比較高喔 平均是1500公尺 那到上高地之後呢 你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必須要走一些路 因為不能開車 那可是走路的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哇整個健行的感覺是非常的舒暢的 然後呢 你在每個地方你真的都會想說 我想要停下來拍照 因為每個地方都非常的美 然後你就會感受到說 哇真的是一個 讓你心靈非常洗滌 很寧靜的之所 如果能到訪上高地的話呢 相信大家一定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那在上高地之外呢 要介紹的當然就是松本音樂節啦 其實這個小澤真爾松本音樂節呢 原本的名字 是不叫小澤真爾松本音樂節的 它是叫做 齋藤紀念音樂節 那這個名字的來源就是來自於 松本音樂節的樂團 叫做齋藤紀念管弦樂團 那這個名字的來源又是因為 齋藤秀熊 他是日本的音樂教父 包括像是小澤真爾 以及非常非常多 他們這一代日本的音樂家呢 都是受到齋藤秀熊 這位老師的教導 然後把他們捧上了音樂非常高的位置 那因此這些受他教導的學生們呢 後來在大概40年前左右 他們就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來紀念一下齋藤老師 因為那時候老師已經去世了 所以他們就集合起來 組成了一個齋藤紀念管弦樂團 那這個樂團那時候 某程度有點像是一鳴驚人 因為之前歐美的樂團 對於日本的管弦樂團 其實認識沒有很多 可是那時候齋藤管弦樂團 直接到歐美巡迴的時候 他們就非常驚豔於說 原來日本也有品質這麼好的管弦樂團 因此後來留聲機雜誌 還有把他們評為世界20大交響樂團之一 是唯一的亞洲代表 那因為那時候演出太成功了 他們就想說 那麼每一年應該都要來聚一次 很像是一個同學會的概念 不過要聚一次的話 就要有個地點 那時候聽說 日本有非常多的地方在爭取 可是最後齋藤紀念管弦樂團 還有小澤貞兒呢 他們就選擇了松本 當他們的根據地 每年8到9月的時候啊 松本音樂節就會舉辦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會有非常多的活動 除了像齋藤紀念管弦樂團 他們會在這邊演出之外呢 也會有很多周邊的一些小小的演出 像是管樂大遊行啊 或是說有一些快響音樂會 那也有一些室內樂的演出 那我覺得我到訪這個松本音樂節的時候 最感動的是說 這個音樂節很不像是 只是音樂節主辦方在嗨 因為呢 你會看得出來街道上市民的參與是非常熱情的 甚至每一間店喔 不管它是什麼樣的店 比如說它是賣西裝的店啊 它也會特別有一個小小的櫥窗說 喔 松本音樂節開始了 所以這裡是我們精選 跟音樂有關的商品 比如說是什麼 很像是 音符的領帶啊 等等 那或是說甚至像電器行 他們可能也沒有什麼商品 可是他還是會把這個松本的小袋子 像是這種 就貼在他們的櫥窗上面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這真的是一個全體市民參與非常熱情的音樂節 那如果你有機會到訪的話呢 很有可能會看到 他們每一次的管樂大遊行 到最後 全部大概有上千人管樂的成員 他們就會集合在松本城的前面 然後大家就一起演奏 可能三到四首曲子 那個場面非常壯觀 所以其實是很值得大家去現場感受一下 那當然最值得感受的就是 齋藤經典管樂樂團的演出了 因為他們真的是非常厲害的一個樂團 而且他們還集合了小澤甄兒 他在全世界認識的人脈 像是柏林愛樂啊 威爾納愛樂啊 波士登場樂團等等 很多世界頂尖的樂手都會在這邊 集合起來一起演出 有點像是他們真的是來開同學會的感覺 就是一年一聚然後就齊聚在這裡 所以這裡的演出加上松本非常棒的名勝鼓蹟 很值得大家來到訪松本音樂節 那今年呢 Muzik也很開心 松本音樂節因為看到 終於我們可以互相交流了 國境開放了 他也委託Muzik賣松本音樂節的票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上Muzik的官網 可以看到我們有票券的銷售消息 同時之間呢 我們也邀請了大榮旅行社 跟我們一起開了一個 僅此一團的小澤真耳音樂節的旅行團 這個旅行團呢 他就會直接帶你到訪 像剛剛講的松本城啦 上高地啊 然後當然一定會去聽松本音樂節的演出 所以非常的難得 真的是只有一團 希望大家呢 也可以趕快來報名 那麼 今天的小蓮啪啪走松本的第一集 就到這裡了 為什麼我說第一集呢 因為松本實在太多好玩的地方了 所以呢我們下一次第二集再見 我們會再講一次松本 大家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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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 感谢观看